周渔民老婆尽照大曝光,素颜也美到当一生,还尽向赵薇。王民,难怪连大S都不要了。 转眼间,你搞万千少女的F4里那个帅气文经偶像周渔民,谁能想到现在的她已经36岁了。 以前因为她的奶奶希望她像猪仔一样健康长大,所以小时候就给娶了个乳名叫宰宰,粉丝知道后觉得可爱就沿袭至今。 最近的写真乖巧帅气的短发,五官非常俊秀,深邃的眼眸,挺直秀美的鼻梁,厚博士中的唇。 简直冻灵,她的帅气都是无法复制的,曾经白衣少年花泽泪是多少女生的梦中情人,潇洒帅气的外表让不少迷恋。 周渔民当年的那一部流星花园可谓是我们一代人的记忆,如果把其他仨个拿出来看,也就只有她没有年代感了。 爱她的人千千万万,而她爱的人就只有一个了,2015年11月10日下午,周渔民在微博上宣布与自己的女友郁红渊正式结婚。 在微博上周渔民贴出了自己与太太的合影,照片中两人都秀出了戴在无名纸上的戒指。 周渔民贴出了自己与太太的女友郁红渊正式结婚。 周渔民真美,是的,我们结婚了。 这个消息一如哭到了一大片的女粉,不比陆寒与关小彤当时差,周渔民在还没公布她结婚的消息之前,其实也和不少女星传过梅飞文。 其中,她和大S的恋情是全世界人们都知道的,当时两人在一起还是受到粉丝的支持,毕竟两人的恋情从细延伸到现实生活。 后来因为宅宅当时在F4正活,不能结婚生子,和大S的意见不合而分手。 这件事对周渔民的打击还是挺大的,除了,现任女友大S因逼婚不随提出分手,去年初前女友徐伟伦不幸车祸丧生,宅宅一段抑郁,在《我不是F4》中,并评歌记忆,到处对两段感情怀念。 当时宅宅被报答上李冰冰,与陈颜希,后来也得到澄清。 然而就在最近,有人拍到了周渔民妻子的素颜照,有的网友看到一番吐槽,原来素颜的周太太竟是这般模样。 还有的网友,长得和赵薇超像,和大S的素颜起来,难怪连大S都不要,郁红渊和周渔民音拍戏结缘,两个人合作过不少剧,现在周渔民对妻子郁红渊非常宠爱,后面两人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,照片中周渔民的女儿头发很浓密,小脚丫和小手都肉嘟嘟的,看起来十分可爱。 周渔民的老婆郁红渊是一个十分温柔贤淑的女人,同为演员的她嫁给周渔民之后,就先少再出来工作了。 都是在家带宝宝,没有偶像包袱,她长得十分精秀。 其实两人的颜值也是蛮搭的,一个忧郁风,一个甜美香,十分好的结合。 希望两人今后能一直这样幸幸福福甜甜蜜蜜到永远,祝他们家的小公主快快乐了成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